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過去這一個星期 其實有好幾個州的州議會 都有就選舉舞弊的指控 召開了聽證會 給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和相關的證人 出席這些聽證會來作供 以便尋求真相 可惜的就是 主流媒體 左媒 對於這些聽證會的消息 往往就是採取了一種冷處理 甚至乎就是不與報導的手法來應對 等同於就是實施了變相的消息封鎖 如果 民眾要得知這些 聽證會的消息 他們就只能夠看一些保守派的媒體 比如說是Newsmax 或者在網上 自行尋找 相關的 直播連接 其實 那些主流媒體 完全就是 做不到反映真相 和報導事實的功能 就算是這樣 仍然有些民主黨人 是狗急跳牆 在密歇根州的 那場聽證會之上 竟然有一名民主黨籍的 州眾議員 公然恐嚇那些作供的證人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究竟這名證人在作供的時候 是說了什麼 令到這名民主黨籍的州議員 那麼大反應 這名證人的名字 叫做 Jesse Jacob 他就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士那處 是擔任選舉工作人員的 他一共提出了有三大指控 第一 他就指控他的部門主管 公然要求他 和他的同事 要 回填大約10萬張郵寄選票上的日期 每一天大概就是做1萬張 可見他的指控也很清晰 而且也是點出了 哪一個指示他做的 還有就是 每一天大概的工作目標是怎樣 都有說出來的 好了 換言之 這大約10萬張郵寄選票 根本上就可以視之為 Illegal folks 就是不合法的選票 因為你是在這張選票上 動過手腳 你是修改過裏面的一些內容 分分鐘有些是過了期的 你又寫回一個 在大選之前的日期上去 就寫到這張 原本是廢票的選票 就變成了 合法點算 這些根本上就是選舉舞弊行為 第二個指控就是 他的上級 竟然要求他 當選民去到票站 進行提前投票的時候 就不要向那個選民 索取他的身份證明文件 來去核實他的身份 但是這位證人Jesse Jacob 就說到 說他彈求自己心安理得 其實一直都有要求那些選民 提供那個文件 來去證明自己的身份 這件事也是選舉舞弊的行為 如果一個貿易 說受貿易奸走進票站 就說投票 隨便說一個名字給你 撞中了那個人 就可以給他一張選票 難怪有些選民 就會公稱 當他在大選當日 去到票站的時候 自己那張票 就一早已經被人投了 又或者 他根本上 從來都沒有去過投票 但是在查證之下 就發現自己 是被投票 是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那就是因為你沒有核實的選民的身份 隨便就已經是遞了票給他 這些是離譜的 第三個指控是什麼 他就提到 說每一天工作的時候 都直接親眼目睹了 底特律師的其他選舉工作人員 不斷地指導 和試圖引導那些參加提前投票的選民 就要投給民主黨的候選人 以及投給拜登 甚至乎 有些還直接鼓勵選民 不如投給民主黨 就做這些行為 你作為一個選舉工作人員 理應是中立才是 無論你是 支持拜登也好 支持特朗普也好 你都不應該在這裡加意見 人家喜歡投給誰就投給誰 關你屁事 這個就是選民的勸責 這個就是民主的真體 原來你去做主辦方的 你也是有所偏頗的時候 根本上你這個選舉就已經是製造了一個不公平的情況出來 正如那個少林足球的謝賢那句對白 這個捉協又是你 球證又是你 捉總又是你 什麼都是你 主辦又是你 根本上你哪有得公平給你選呢 現在就有一個人證出來說 就叫做Jesse Jacob 好啦 其實他這份的證詞 都曾經是交過給這個密歇根州的法官看的 這個法官就叫做Timothy Kenny 他就說 為了這份這樣的宣誓證詞 就缺乏可信道 為什麼 根本上這個證人就在猜測一些東西 而且提供到的細節又很少 於是乎 予以駁回 實情這個法官就正一是多什麼的 計我說這個Jesse Jacob說的東西就已經是很詳細的了 不是因為我有這個立場先行 因為他走出來作供我就說信 不是這樣 而是這個法官 在判斷這個證人的宣誓證詞不可信的時候 他所給出來的駁回的原因就是很薄弱 你憑什麼說這個證人所說的東西不可信呢 你完全是沒有做過任何的調查研究的 連很簡單的你都沒有做到 純粹就是憑藉著一幾個猜測 所以這些這樣的裁決 就是相當之草率和粗疏的 其實法官要驗證這個證人的功詞是真還是假的很簡單 隨便找一個機構去做一個抽樣調查就搞定了 既然他說他的上級叫他不要查證 那些選民的身份證明文件 你就找那些機構去查一查他 公帑出而已 又不是你法官荷包出 找100個人來查 打電話問 到底你去提前投票的時候 有沒有那個票站職員問你拿那個身份證明文件來查 有沒有檢視過 如果發現當中有些是沒有的 就已經證實了這個人所說的 至少有其中一個指控是真 又或者簡單抽樣拿那些 郵寄選票出來檢視一下 到底在那個日期上的那些痕跡 是不是有修改過呢 是不是後來自己填上去還是怎樣 這些事情很容易做到 因為你完全是沒有做到的 一味就說他不可信的 他只是在那裡猜測的 沒有細節的 這些根本上 就是偏頗的裁決 所以真的不能夠說迷信那些司法制度 一定是能夠吸出一個 公正的裁決 或者是能夠伸張正義 這個是假設來的 這個是主觀良好意願來的 當實踐起來的時候 由於牽涉到人為的因素 就算這個制度設計得很好 難免都會有一些偏差和出錯 好了 法官這一筆就說完了 說回那個民主黨籍的周仲議員 那個周仲議員的名字叫做Cynthia Johnson 他就有出席到密歇根州的聽證會 當大家都以為 這個人身為一個民主黨人 他都去出席這些聽證會 相當少見 他當然想對於那些證人 打爛沙盆 問都督 就是想令到那些證人在作弓的時候 出錯 令到他前後有矛盾 諸如此類 誰知道大家都是大跌眼鏡的 這個民主黨人 他只是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問這個證人 Jesse Jacob 究竟你這個真實姓名是什麼呢 就問別人這些問題 Jesse Jacob就回答他 他結婚之後他的姓氏的確改變了 這是很閒事 因為外國周仲也是這樣 那個老婆就跟他老公姓 這也未止 Cynthia Johnson 還要求別人去拼寫出他娘家的姓氏 就問這些低B和沒有水準的問題 當然他問這些問題 真正的目的 就已經是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了 他無非就是要令到那個證人 產生了一種無形的心理威脅 有一種的心理壓力在住 人家既然那個真人都出席了的時候 他的名字 貫上他老公的姓氏 關你屁事嗎 你又要邀請人家說梁家的姓氏 你到底想怎樣 你問那麼多證人的個人資料做什麼 是不是想那些爛仔聽到之後 就走去騷擾這個證人 不單止這個證人是會有心理壓力的 其他那些可能十五十六個心在猶疑 到底是否去聽證會作供 或者是向法庭遞交宣誓 正詞那些的人 他看到這樣的情況 一分鐘他就會卻步了 會不會自己被人搞的 這些民主黨人 完全就是表達出什麼叫做狗急跳牆 這些不是說危言聳聽的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委恩怨 他那個選舉委員會 不是有兩名的共和黨籍 就是這個選委 本身他不是說 拒絕認證拜登是勝出了這場選舉的 後來 他們的個人資料正正就是 被那些爛仔在網上發佈了 於是乎 不單止他們本人是收到電話和電郵的 威脅 連他老婆和他的子女都收到這些電話和電郵的威脅 就是說要恐嚇人家 後來這兩個選委就跪下了 一朵就認證了 到簽完之後 歐美和特朗普 說要補他們 他們才說事後要撤回 但是那時候已經遲了 所以呢 這些民主黨籍的周仲議員 你做這些行為 簡直就是令到這個民主制度蒙羞 人說就有得去說 反正你主流媒體不報導 當沒有發生過一樣 這些人都多了 特朗普法律團隊的律師 Jana Atlas 他就提到 他親眼目睹了 在密歇根州的聽證會上 有一位民主黨籍的周仲議員 公然在直播鏡頭面前 恐嚇證人 只是因為他不喜歡這位證人所作供的供詞 而且他還批評 這位的周仲議員 公開地惡意收集證人的訊息 他其實就是 歸納了整件事的原委 好了 其實特朗普強調 如果他要扭轉這個結果的話 就需要一些 勇敢的法官 以及勇敢的 立法機構 他提到這個勇敢 大家就看到那個心意在這裏 事實上真的是要勇敢的 如果那些證人 少點勇氣 分中他就會跪低或者妥協 或者是 懦弱 他就不出來作供了 因為他不作供 就對於他本人 不會有損失的 但是他作供的話 他無非就是 是為了一種公義 為了一種正義感 所以 勇敢 真的是很重要 這個因素 當然特朗普 其實就 非常之希望利用和平的手段 來解決到這一場的選舉 爭議 大家有眼看 他用盡了所有和平的手段 去做 無論是通過法律途徑 或者是通過州議會的層次 來收回 選舉人的任命權 等等 但是當這些和平的手段 都沒有辦法捍衛到公平公正 和公開的民主選舉制度的時候 很可能 他都會考慮其他的手段 老實說 如果這些和平的手段 都做不到他目標的時候 他有其他的方法 我認為 無可口非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